杜峰做出了一个争议性的决定 周期离队的原因成迷 无法参加亚洲杯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决定局 周末呢已经是前往了印尼参加亚洲杯的比赛 而现在球迷都知道 杜峰也是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在四名球员相继被感染新冠之后 杜峰是紧急招募了六名新的成员 加入了到国家队当中 而现在杜峰也是知道 如果不招募新的球员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男人来说 将无法参加亚洲杯的比赛 而亚洲杯呢 也是证明中国男人实力的最好时候 郭艾伦召集为离队 对于杜峰的打击太大了 而现在多名新员在到达印尼之后呢 杜峰也是再次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根据网上爆料呢 周期也是正式离队 无法参加亚洲杯的比赛 而现在周期离队的原因也是成了谜团 按理来说周期并没有被感染 为何不参加亚洲杯呢 现在球迷呢 也是怀疑有两个方面 那就是呢 周期呢据说呢 是在机场呢 晕倒了 很有可能周期呢 也是身体不适 所以杜峰也是不敢让周期 继续参加亚洲杯 万一周期也是被感染了 那么其他的队友 也可能会受到风险 所以选择让周期呢 在澳大利亚敬仰 看看是不是阳性 而其次第二方面呢 就是周期呢 或许是已经被感染了 毕竟大家都知道 辽宁南的几位球员 是全部被感染 郭云伦赵基伟富豪三位呢 而周期平时肯定跟辽宁南的球员 关系走得比较近 肯定呢 是有密切接触的 不排除呢 周期是已经被感染了 所以呢 杜峰才会放弃周期 那么大家怎么看问题呢 希望大家点击关注我的频道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